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总是不及时的上网或者不及时的做一个直播 总是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大家好,对,今天这里是直播时间 但是我的直播呢,没有总是及时的通知大家 那么今天一个题目呢,主要是我最近几天有一些事情要去做 突然发现呢,有一个网络上的小骗子,蒋汪正 在那儿弄一个题目 路德,自由之声的自由中国频道的路德离开了自由中国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在那儿胡说八道 我突然怎么看见那个,里边的点击率还达到六千多,七千多 这小子平时做一个节目也不过是有两三千跟那儿瞎白货 然后是这个,有那么十几个点在呢,剩一大半都是这个,这个 喊道好了啊,你知道那儿每天胡说八道吗 但有些人喜欢看胡说八道 什么这个,在,在,在,你好啊,什么又在这个,什么泰国设基金了 什么德国设基金了,每天赚多少钱 你看,那个人所有的核心就是一个字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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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 dollar, dollar 就这个人就是一钱串子 就是一个金钱奴隶,除了那脑子里,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什么又反共了,又这个,那个的 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为他自己那个卑鄙,卑微 做一个幌子罢了 大家应该很清楚 但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 这个郑氏小哥 也对这个路德,离开自由中国啊 进行了一些分析 这个分析呢,是由浅入身 他这个小伙子,也都是小兄弟 我很喜欢郑氏小哥的一些节目啊 搞得很那个泡泡 很这种,很自由 也非常的这个奔放 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那分析呢 有些事可能还不是很全面 那我觉得我作为自由中国的特约评论员 而且我在那里做了很多节目 本来有些事呢,我也不想有什么样的讲法 但是呢 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 我还是这个在自由中国要做这些节目 而且自由中国的这个平台呢 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也可以说我去自由中国这个平台呢 与路德很有关系 第一个路德弟兄呢,是路德宗的 基督教路德宗的这个弟兄 那路德宗也是比较传统的 也是比较这个正统的 这种一个基督教的支派 而且这路德呢 也是一个小兄弟 对我也很尊重 我们也经常有交流 而且这个 在当时啊 他也不断的希望我能在他们那成为 这个特约评论员 为他们多做 自由中国的频道做一个节目 而且我这个欧洲之声最早就是自由中国 巴黎张剑 就用这么一个名字啊 就是自由中国之声 后来我给改成欧洲之声了 因为这个我们很多这个挺国会的朋友 他们在这个 有加州之声啊 这个什么美国什么之声啊 澳洲之声啊 后来我们就是来个欧洲之声完了啊 因为我们欧洲其他国家也没有搞什么荷兰之声啊 英国之声啊 对啊 所以欧洲嘛 又是欧洲大陆 当时我们就想这样子 后来路德呢 他们搞的自由中国这频道 我也很喜欢 后来沟通一下自由中国的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呢 反独裁专制的 也为中国实现这个自由中国 建立一个自由表达的自由 发挥自己声音的 后来也基本上按着这个思路去做了 真正建立了一个公众的这个平台 而且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 方向很好 其中做了很多很重要的这个节目 可以说是开先河的 比如说这个 针对这个盲流子的这个采访 国际盲流子 我也在唐中也使了劲啊 之前我就先说 这个谁把国际盲流子 送上美国国刑事法庭的 往后这个 你看一路有一个很戏剧化的 通过国际盲流子 这个 这个老红薯秧子 这一拔要拔出去嘟嘟来 后边 着剑的 大家就是说 事实是神圣的 评论是自由的 我说事实的 就是说每一个人 他真实的讲 从多个角度上 把他的想法 把他们所理解的一些事实 理解的一些真相 逐渐的还原 让我们更加的这个接近 事实真相的本身 在这一点上 我想 很多朋友应该是戏剧化的看了 你包括里边又采访了 这个什么小李子 他的一些经历 又比较立体的看到了 另外一个在纽约华人的 他的生活的景象 那同样的呢 我们要看到 都透过其他的这个采访 包括这个 法国的这个林女士 他的哥哥 当时有将近 十亿的人民币 在深圳的投资 十年前 然后和华为同等 最后又被强制拆迁了 十年间的上访 都没有 希望在两会之前 又给关进那个监狱里 黑监狱里 这样的这个景色 景象 当然这里其中呢 还采访了一些其他的人 还有这个游泳斌先生 和这个夏宜梁先生 两个人的辩论 可以说这个 还采访了一些 这个挺国会的 这些清 这个 很英勇的女性 很坚定的女性 而且还采访了 其他很多很多 我就不一一讲了 应该在这个方面 路德做得很好 把自由中国这个品牌 当时才这个 几千订阅量 那么现在都这个 再发展下去 接近三万了 如果这个势头继续发展 我想应该是更好的 但是这期间呢 我想这个 有很多种原因 前一段就是说 这个自由中国 有周匹新的主持人 路德呢 最后终于自己 发表了一些这个言论 他这个言论就是 说明自己离开的原因 当然了 后来我在网络上 做一个这个调查 调查是一周 结果还没过两天 我说各种原因啊 是不是路德 什么自己 怎么害怕了 是不是被这个 黑社会威胁了 是不是这个 他自己其他的 遇上什么事情了 掌握什么 不可告人秘密了 是不是在直播过程当中 得罪谁了 等等等 其中有一条 这个 大概有60%到70%吧 就认为 他在直播 江泽民 职责 在海外的 这个私生女 剖弃这个私生女 还有他这个 情人啊 等等的 这些过程 说这个是不是 触及江家集团了 这个是最多的 那我想呢 路德这种直播 可以说 首先是要有一个自由中国的这个平台 那自由中国这个平台呢 我想 以他们这个 要有支持者 有这样的畅想者 也要有支持者 像路德呀 还有他们一起工作的伙伴 是这种畅想者 做这样的 CI和VI的 但是你带有好的这个企业的形象设计 再有这个这个一个媒体的平面设计 还有再有好的构想 但是你没有资金的支持 也很难成功的 那我想这个 他们的 程老板 在背后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 还给这个路德很大的 这个 这个操作的这个空间 我觉得这点也是 应该是这个 也要感谢这个程老板 而且这个程老板 还支持这个 这个建立他们那个 公民力量嘛 还做了一个公民力量的报纸 还把这个建立他们的 公民力量网站 他们好的文章 还付稿费 就是用你们文章付稿费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嘛 如果有这样的一位这个 一位商人 一位企业家 这么样 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 并不是在高潮的阶段的时候 能站出来支持 建设一个平台 这样的一位企业家 我想也是值得尊敬的 但是很遗憾的事情 这个 我想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倒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想路德做了这么多的节目 应该是他有很大的这个空间的 我想这个背后的这个 这些企业家 包括支持者 包括广大的网友 都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看到发生一件事情 一个核心呢 就是这个 公民共振 或者全民共振 这个事情 当然 对这个事情呢 人者见人 这个智者见智 郭文贵先生有自己的看法 挺国会的一些朋友 有自己的看法 网友有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已经之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也支持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我也支持 任何一种推动中国自由民主运动 产生作用或不产生作用的这些事情 只要是真诚的在推动 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渺小幼稚 或者让别人多么看得是卑贱 但是只要是 有些人有一种热情 积极努力的在做 这我是都支持了 包括这个吴建民 他们推动的这个全民共振 你好66 你是一直支持我的 我就很奇怪 每一次我直播你都能看到你 我是24小时随时有什么事情 就是有时间就要工作 或者有时间就要直播 你这个每一次直播都看见你 能有这么样的一个粉丝很难得 不弃不离 但是呢 支持所有的 很好啊 你看你这观点我就很同意 说我支持你 支持所有的从事自由民主运动的人 你好 好我先不回应你们啊 就是说我想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对全民共振的一些看法 因为我之前也不知道全民共振的 我只知道建民啊 甚至这个张琳啊 还有这个盛雪女士啊 还有一些朋友 他们都是支持的 我才看到啊 我以为这是每一年吧 每一段大家都会倡导 搞一些 类似运动这样的事情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程老板也很支持这件事情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我们看到路德弟兄呢 他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这个不同的看法 然后呢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但是在这个自由中国这个报道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反对全民共振的 这样的声音和看法 但是在 在是这个真实全民共振的 这样的声音和看法 在自由中国的平台上 没有出现 那我想那个包括这个 程先生呢 包括自由中国这个理念呢 就应该是 真实的和反对的声音 都应该出现在那个平台上 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 那么作为自由中国的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主持人 那么他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但是我们评论员更是一样 我们都是有自己独立的 这个观点和看法 但是要作为主持人的 至少在主持人工作的时候 要做到一个这个公正的 中正的看法 如果自己要开始 先入为主的时候 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有些事情上 可以要坚持一种这个原则 比如人性的底线 比如说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再采访不可能说 我就法西斯 采访一个这个在欧洲的 极右翼分子 法西斯分子 这个 他的那些言论 然后 在这种转播的时候 我看到 比如在欧洲 有一些这个电视台 采访这个法国的极右翼 采访这个 德国的 或者荷兰的 奥地利的 北欧的一些极右翼分子 但是他们报道的时候 也一定不会是那么公正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些 整个欧洲的国家 宪法都规定 你这种法西斯主义思想 法西斯主义行为 特别是这个反犹太的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刚才包括在德国 那些极右翼分子 我支持希德勒 还对这犹太人 这个很强烈那种看法 本来是宪法 应该取缔的 但是因为考虑到 就是说 他们这人数很小 要维持这言论自由 要给他们一种声音 的表达 但是很明显 当时我就看到 比如说自由中国 我们的频道 竟是这个批判的 这种声音的 批判这个 全民共振的声音的 从我们那个 萨哈女士 把这个全民共振 引到了 这个 对郭文贵先生的阴谋 那同样的 后来又有 这个程濒临的出现 一个在这个道德上 在各个方面 已经被批判的 很有问题的 他可以采访他 他可以讲一套 没问题 但是他在采访当中 公开的 对盛雪女士 造谣污蔑 而且这种造谣 是长期的那种造谣和污蔑 我想我们 一个平台上 比如你谈全民共振 就谈全民共振 为什么引申到 个人的事情上去呢 什么个人的事情 他盛雪有两栋房子 他一栋房子怎么怎么的 卖一栋房子 要支持怎么怎么的 首先有没有要两栋房子 那房子是不是盛雪的 还是他的夫妻工人财产 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就这种事情 是不是很无耻的 我这样的一种表达 就说我们比如说 在做一个节目 你对别人去讲什么事情 你没事 就像成冰林这样的 天天去造谣污蔑的人 站那也红口白牙造谣污蔑 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当然 至少激起我的愤怒 我最早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做了一个节目 我支持文贵爆料 也支持 全民共振 我是站在自由中国民主运动的 这个大潮上来说的 任何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人 站在这个大的角度 那支持任何人的努力 这就无所谓 而且我还真不认为 他们能够 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说实际的 就我的心里的想法 就是5月1号 反正那么多人上街上 随随随随随随随 我们有几个点 下午下午 忽悠忽悠中共犯了 到时候搞着风声鹤唳 搞得那文文经费再提高点 我估计 我就一直也就这想法 但是我想呢 这个路德弟兄呢 可能把这事 这个想的太大了 以为真的 海外一些人 这个振鼻一呼 大家就走上街头 就怎么怎么样 真的有那么多人走上街头 像以前的一个 俄罗斯流程计划的 你要几千人 立刻给你灭了 几万人呢 就是这个 这个警察就好像 帮你维持秩序 要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 那个防爆警察 也跟你走上其中了 是这种状态 但是目前中国 现状 这种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不大呢 因为今天 中国的执政者 早已经是魔刀祸祸祸了 盖儿不拎了 现在国际的形势这样 对他来说 经济的形势这样 各方位形势这样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采取一切手段 进行所谓的维稳的 对所有的反抗力量 这个 这个其他的任何力量 你没事还整你呢 不要说你有些事 但是 即使如此 咱们至少是在这个 战略上 在声势上 不能低 该忽悠 还要忽悠 该怎么整 还要怎么整 该 特别在海外 这个旗帜要举的高一点 该打倒就打倒 该革命 你可以什么都喊 你还喊一个 明天拿原子弹 扔到中南海呢 也没问题啊 这又怎么了 这不就是言论范 为之内吗 大家都很多 都生活在国内 朋友很清楚 出现在的处境 我们的维权律师 以前到巴黎都不敢见我 他还在中国宪法之下 做人权活动 他们做的事情 违背了中国宪法 没有 不是也 现在最长的天 他关了九百多天吗 也不给你放出来 还没 也没振蔽一呼 连在街上 也没穿个白衣走一圈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嘛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有一些 对全民共振呢 有很多那种 那种诸锡之论 和其他那种想法的 想远了 但是我们回到 自由中国平台 这个这里来 自由中国这个平台呢 它是一个媒体的平台 要平衡各种声音 要赶上陈老板呢 又支持全民共振 至少他认为 这个方法 没有什么问题 那路德呢 又反对 而且他在这个 主持节目中 公开的表达出 自己的这种看法 那采访的有些人 我有不同看法 但是很明显 我所说的 我当时就 当晚就做一个节目 当然放到 我们欧洲之声了 这个这里面 就是陈明林 如何利用 我们自由中国的平台 在那上边造谣污蔑的 玷污了这个平台 但是很明显 因为当时 他在那胡讲的时候 我打电话 打不进去啊 当时我来 反正打了很多 打进去了 我在这骂了 我就不做那个 至少在那 我就直接接触 他的丑恶的面目 我想大家应该看到 我之前做的那个节目了 他在上边 几乎每一话 都在说谎话 唯一个真实的 就是他在说谎话 但是他利用了 自由中国这个平台 利用了这个路德 他反对这个全民共振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样子 无非就是 国去这个陈明林 他干什么呀 他搞的全民导共 跟李一平 不是一样吗 国去忽悠好多年了 不是 都是同样的方式吗 什么也没忽悠起来 就离共产党 导过来 导共呢 对吧 要是网络上当初忽悠起来 这个穿黑衣的那个 我们倒忽悠起来了 对吧 六四穿黑衣 这有什么可说的 大家可以看看 你到网络上公开的 表达那天 六四穿黑衣的 你看有多少个照片 人家自己愿意照出来 给大家看呢 因为这种风险性 也很小嘛 穿黑衣就赶上 胡温的时代 对吧 风险是可以预测的 我想你看看 就是 其实这是 我认为是一个 很小的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当时这个 包括路德弟兄啊 包括这个 自由中国的这些朋友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把它一分为二的看 媒体是媒体 个人的政治观点 是政治观点 比如在法国 在我们的很多的 大的媒体电视台里 尽管 他们有左派 右派媒体 但是里边的记者 里边的很多工作人员 那可是有左派右派 甚至极右派 这都有可能 但是他们一般的 他们一般的 用投票的方法嘛 我到时候 我投哪个总统 投哪个这个候选人 他们一般彼此 就是关系在好 一般的在选举的时候 很少谈 你是投萨科奇呢 还是投奥朗德呢 你是投马克隆呢 还是投那个 其他的那个 马克勒鹏呢 所以说这个 他们很少这么问 因为一问 就会发现 这观点不同 自己每天在一起同事 甚至一个家庭里的人 都很少 因为这个 这方面去争吵 因为家庭里 有的那父母 就支持这个 法国传统的 共和党 过去冤备 有些人呢 年轻人呢 有些人 可能就是社会党 他就社会福利 有一些 也有一些 年轻人 激进点 就是参加了 这个法国基友裔 也有些基友 激进点 脑袋左一点的 参加法国左派的 法共也有 法国这个托派也有 所以说 因为这事 大家吵 没什么意义 所以说 平时家庭维护 就是 我不谈我的政治观点 大家该生活生活 该聊点艺术 聊点什么 就完了 不会说 我去选举谁 但是有些观点 可以讲一讲 但是不会说 因为这事 选举谁 不选举谁 支持一个人 不支持一个人 然后就是 弄的这个家庭 四分五裂 因为这事 翻桌子 所以说 法国人避免这个 同事之间 也是这样子 那么 同样呢 我们在很多媒体 工作的 也是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有一点 事实是神圣的 事实必须是多元的 我们反映一些事实 一些事情 如果你要反映 他表达他 尽量多元的 表达出来 在这点上 很重要的 我想 这个 很遗憾 路德 他离开了 自由中国的 这个频道 我认为 这个 在基督教的 信仰里 是个好兄弟 而且他 这个 而且这个 经常锻炼身体 身体也不错 我看那深蹲啊 还有这个 这个 我推啊 比我推的还重 我看他个儿并不高啊 但深蹲 我比不上他 这握推我 比他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这个爆发力 咱们硬气攻什么 这方面 我还想跟他 比试一下呢 结果这个 得下次再别的机会 这个 比试了啊 一直也没有机会 这个到美国 这很遗憾 我觉得这个路德弟兄 离开了这个 自由中国 我自己还要公开说 以稍微的 意气化一点 也把有些事情 什么全民共振啊 什么这些事 想象的也太阴谋论了 想象的也太大付劲了 这不是就玩玩吗 真干什么了 当然我没有联系啊 路德 没事就打电话呀 策划一些小事啊 包括我给他引荐 希望他采访的一些人啊 特别是法国的 一些其他的 包括这个 搞一些 搞一些这个羊谋 羊记了 他应该挺好吧 他说这个回归家庭 多招教会 祷告祷告 平时把他那个吉他 练好了 这个很遗憾嘛 本来要用音乐 这个反对独裁专制呢 你说这个 哎呀 最近路德 他又自己搞了一个频道吗 叫路德采访吗 现在有一千多人订阅了 我也订阅了 我也号召大家 到他那个频道去订阅 我觉得这点很好 即使离开了自由中国 但是他说还要支持自由中国 那很明显 我听到说 他要离开自由中国之后 什么人要继续恶意的 对他进行这个诽谤 造谣 甚至是恶意的去控告他的话 那么包括程老板 都愿意出来支持 这就说明什么呢 在国去自由中国爆料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爆料了一些人 但是也给平台让他们过来来讲话呀 他们没有过来讲话嘛 然后这帮人就是威胁 要告路德 要告自由中国之声 所以说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说路德离开自由中国之声 这帮人恶意谈告的话 那路德 那我们还就麻烦了 还得请律师 所以说我觉得这叫君子之交 总体就是君子之交 和大家是兄弟 离开还是兄弟 干嘛不必弄成仇人 观点可以有不同 对吧 这就是君子之交 君子坦荡荡 这个小人总是在背后 那个长期记得就跟那搞热搞那个的 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说 我认为还是这个君子的这个做法 包括程老板 还有这个路德 自由中国 我想我个人 我跟他们也有合约 但是我还会继续在自由中国 只要是他保持着 我们独立评论员的这种风格 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 至少给我制作的这个 Title啊 这开头结尾你看看 做的都非常好 这个很不错 我也很支持 我就是做这些技术的基本的小活 关键是时间呀 达不到 谁误会了 显得不够冷静 66我不知道 之后再问吧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人呢 特别是那个蒋某某叉叉叉的啊 那个问题解决了啊 这个我想这个最开始啊 因为这个我也解释了 比如文贵开始在这个自由 在这个全民共振 他为什么会有一些警觉 当然了 因为这里有挺国会的人啊 现在很多人才被还要被问话 被抓到里边去 他主要是希望这个挺国会的人啊 这要不要随便的去参与 而且这个五一共振呢 这种就比较松散嘛 如果在有些地区也打着这种旗号 有些人在网络上 我也是五一共振呢 然后这个跟那说 我们到哪 到这个长沙某街头啊 结果他们设一套 这种可能阴谋论 总会有的 甚至在那搞一活动啊 突然说我们这是干什么 嫁祸别人 这些都有可能的啊 都有可能的 但是我个人的这个分析呢 就是说为什么 这种可能性 他绝对不可能 就连戏都不想演呢 因为对于中共现在来说 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他现在正正在这个热锅上 蚂蚁一堆乱事 他希望到处都得稀释凌人 少发生一些事情 不过地方官员 你不要说演一把了 还演一把过去的那个什么 全民抗日了 砸日本车了 除了那党内几派 再弄出了这个所谓天文事件去 什么以这个纪念周恩来为名 反对伟大理性毛主席 反对四十八 这个 比如说八九呢 那事也有很多人想利用 最后也没用利用了 因为我们现场 我们这帮年轻脑袋 我们这帮很单纯的人 就是没让人谁利用吗 我们要学会让人利用 不就是胜了吗 无论让那 让那共产党的哪一派利用 都胜了当时 不就两派改革派 还有这保守派吗 那保守派的人也经常找我们啊 我当时说过 当时邓小平的 儿子邓武方给我写 给我写的信 信就写到我们纠察队总指挥部吗 我拿到了 当时那边还有自称是 这个两所一会的那些人 也经常到我们这现场 但是我们没 至少我们没那脑子 没学会让别人利用 当然国人还说 这个国民党特务也来了 什么美国情报军来吧 那我也不知道是谁 他们就采访我 我们 没让谁利用 但是所以说这个 对于中共现在来说 它是什么叫维稳 不希望各地发生任何事情 那件事情天门前开枪呢 也有啊 特勤人员 这个很多具体的事情 我们再具体的看了啊 所以说呢 后来这个 他们用这事吵起来了 后来我也站出来嘛 我对一平也有批评 对这个 对他们全民共振 也有我自己的看法 各方面准备都不充分 就是忽悠呢 也要增加一点水平嘛 很多细节没有 要干就真正正经干一把 要针对今天中国老百姓 最关注的 眼前最需要的 那个事情 那种呼声 但是你说这个 习主席复辟了 要当袁世凯了 袁世凯称帝了 你说有关系吗 对吧 我认为很多中国老百姓 咱们要称帝 咱们就回到那 唐朝的时候吧 对吧 真称帝也比这一党独裁官之好 对吧 那皇帝真是 这是我们 赵家的天下 这是李家的天下 这是习家的天下 那就是 对吧 最后你抓起一和珅来 也挺好啊 也比现在这大国贼强啊 抓起来之后 一分钱也没拿走 全部抄来了 富可敌国也全部抄来了 肉全都烂在锅里 这不挺好吗 你看国去人家贪官污吏也不错呀 对不对 你抄来 全部抄来了 你现在你到美国抄去吗 到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 欧洲来抄 抄来吗 抄不了了 欧美列强也爱护啊 这些钱 都拿到我们这儿来换了 挺好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要回去回到 真正真正的封建皇帝时代 回到周朝更好呢 陆十一门不庇护 周天子 那家伙 孔子怎么说的 那周的时代 大盗隐没了 大盗在哪里啊 算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很遗憾啊 也不要把这事看得那么 不好 你看路德他继续进行路德采访 我们继续支持他 如果他那个设备各方面搞得好的话 我还给 我也给他推荐 一些这个很好的 那些人 但是他 国去采访的像程濒林了 我是有无意词的 但是包括 国去他采访的那个 什么江泽民的 侄子的那个 那个 女人 搞了一个女人 生了一个孩子 又不要了 我觉得那个其中啊 如果说这个 我们要是一个专业的 或者说一个主持人的话 不能说 看到他流眼泪了 看到他角足以实时 是一个处于弱势群体的这种状态 那么你就 有同情 同情经义也好 但是要作为职业的 这个 采访人的话 职业的记者的话 那就要追问了 比如说 怎么样证明 那个人 说自称江泽民侄子的人 他是江泽民侄子 一张照片也不能证明啊 说靠他这个 一个那个 生出那小孩 那小孩有点像那个 江泽民的那孙子 胖胖乎乎了 那小眼睛那样 这也不 也有点 干什么啊 有点这个 这个不够严谨 这个证明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也许 那个人 就号称 吹牛逼呢 经常在国内一帮骗子 国内外一帮骗子 都是这样的 哎呀 我爸爸是不红二代 我是跟谁谁 也很有关系 我跟谁 怎么怎么样 有可能 我就说嘛 像成平林这样的人 他就利用了自由中国 这个平台 还穿着戏服戈里 装成正人君子 为普罗大众 他们的安全着想 他是那样的人吗 他就骗了我们自由中国 骗了路德 那我想那位女士 我也尊重她 如果只有这事 我也表示同情 但是我还是要说 你必须要证明 那是江绵恒 不是那个江 那是江泽民的侄子 要找到那些人名单呀 他们家什么兄弟呀 这可以找到 第二个 我觉得当时有几件事情 你既然你通过民事法庭去告了 那么长时间 那个人都没有交抚养费 既然有通过DNA了 那是美国的法庭 我们想想就像法轮功 这样被迫害 被江泽民迫害的时候 那江泽民可以说在 不要说在美国了 但西班牙这样的小国家 他们都通过西班牙的地方法院 一个小小地方法院 起诉了江泽民 以这种民事 还有这种迫害这种方式 如果 正好江泽民要是到西班牙的话 他进来 假如他进来了就走不了了 按照那个最普通的那个法律 你都坐飞机走不了了 如果江泽民现在 他已经这个四尔大 说到西班牙治病来了 发现了立刻走不了了 也就是说一个西班牙小小地方法庭 小小法庭 都能抵御到这个西班牙外交部 或者中国外交部 你这种压力 就不要说美国那些法庭了 怎么就是说背后 他们收买那些法庭了 收买个华人律师 或某个律师有可能 但是你说DNA鉴定了 然后这是到最后说 也没有赔偿 所以那里边有许多许多问题 疑问 我们是存疑的 你怎么样就是说 这个小孩 这小孩是 是那个 是那个所谓的叫江什么的 然后最后说 在他出生址上 那个人又不是 又不是那个姓江的人 是他另外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 他凭什么 说是这个小孩的父亲呢 那在法律上又怎么承认呢 一个漏洞 接着又一个漏洞 特别是当时路德问他 有没有犯罪呀 他说没有犯罪 你在美国被关了半年 以这种所谓的这个人蛇 或者这种这种原因 非法非法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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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人蛇吧 我听得很清楚 大概是他把一些老乡给弄过来 亲朋好友弄过来了 以什么名义 人家认为 你搞这个非法移民 这种事情 给关了半年 然后他说 这是不是犯 当然是犯罪 关了半年 这一定经过法院的 警察局不能随便 关上半年 然后这块 他要说 那个警察局 什么车翻了 把他怎么怎么样 把他弄死 然后在里边 他警察什么 这个诬告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利用了很多那种方法 是在美国发现 BSCIA 还有一些警察局 在对付一些人的时候 他就会 搜证啊 那些材料 有违法乱记的事情 但如果你真正掌握证据了 我们还要相信 欧洲的或者美国的 基本的司法吧 有那种黑暗 可以掩盖一时 不能掩盖一世啊 就是在中国这样 专制的社会里 国际把人给枪毙了 内书兵案和其他那案 我们什么恶徒案 那猛的 不是最后也真相大白了吗 所以我 我怎么能认为 那个女士 自称这个江泽民 这个侄子 这个情人的那个女士 你把那美国司法制度 说成一片黑暗呢 就像盲流子这样的人 说关到里边 人说还对待遇挺好嘛 然后天天说写信 给那个美国总统上访 给那个奥巴马 又给那些议员 在美国每天上访 这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吗 我们在欧美的国家 很少有这种事情 司法判决结束了 很少有上访 为什么 因为那个程序 已经够严谨了 他知道尚所谓的 再告谁也没有用 法律 什么叫法律 所以那个漏洞一堆 你让我作为 自由评论员来说 我当时就是想 就这漏洞 说一堆 那么希望那位女士 就像在她 她在推特上所说的 曹女士 是你在美国上访 怎么成功 因为有司法程序 已经完成审判了 然后你之前 告她那个 你那个 那个江泽民的侄子 没有怎么样 怎么证明 那是江泽民侄子 然后你怎么证明 你告了她了 在美国有司法部署 像一个女孩 在这边长大的 有美国居留的女孩 她怎么能不管呢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藏在那里 现在她说 要通过法律途径去告了 才知道那个人的地址了 那你为什么不公开那个人的地点呢 到底是那个人 叫真本名叫什么 有可能用假名 可是你在法国 或者你在自由的美国 你用一堆假名 用一堆假的东西 出生的孩子都不承认 还让别人用了一个朋友的名字 这是搞什么事情 那是在美国 这一系列的欺骗行为 难道没有司法吗 有人说这个曹女士 这个收入问题 但是也有救助啊 有些事情像这个 我们在法国 我见到很多 我们的弟兄姊妹 连拘留都没有 被欺负成这样 人家有法律的 这个司法救助 律师一分钱不要啊 我亲自陪着他们上法庭啊 甚至我们交会 都帮助了很多人啊 所以说 给我们感觉 美国司法无比的黑暗 不可靠 然后曹女士不断的上访 奥巴马议员 议员管不了 然后她自己 司法程序又没有完成 然后许多事情 都说这执政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 她说是真实的 请你继续的 走那些司法程序 但是她自己又 关在监狱里 判了半年 然后说不是犯罪 这不是在利用 自由中国这个平台吗 这不就是在利用 这个路德和这些朋友的 这个善心吗 你让我说字心里话 那里边落洞百出 在美国还去上访 然后这个司法 无比之黑暗 证据呢 如果是打有足够的 这些证据的话 那纽约时报 不会报道吗 正好是川普实在 可以干的奥巴马吗 所以说这事呢 我就不讲了 我们刚才就说的 越来越远了 我只是说 就是说 我们建设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很重要 有很多人的信任 有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我们不能立 有这种信任和支持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要什么 有善良的心 路德是有善良的心的 然后被这种善良的心所指使 说这看有些人 你看那成名铃晃晃悠悠 我是为了中国老百姓 不要有危险 我是反对全民共振的 我是反对 他们怎么的 那你国去干那些坏事的时候 你说乌坎人民要起义 庄烈狐他们那帮人 还打着我们 这是优惠共产党 反对这个乌坎 乌坎这个腐败官员 是这样的 然后你说那是起义 那时候你怎么说 到网上可以找到 这这样好人 他转世之后 我是为了大众 跑来去欺骗 那曹律师这肉度百出 我也不想做结论 这希望你继续的 解决那些事情 什么这都是 好像是江泽民集团 压制美国 到处跟踪你 然后把你到处怎么怎么样 把美国司法都给建策了 我认为江泽民没有这能力 那就是西班牙那地方 西班牙地方小法庭 都把江泽民起诉了 法轮功利用那小法庭 利用那个法律 西班牙外交部都没办法 西班牙的政府都没办法 所以说呢 我想是说呢 但是这件事结束了 任何人也不要继续的 什么进行造业污蔑了 路德做的非常优秀 很好 程老板也做的不错 自由中国会继续的在那里 继续的存在下去 我张建还继续在那评论 路德的那些采访 我还会支持 无论他在不在自由中国 只要他按照路路走 我还会支持 一切刚刚开始 一切没有什么变化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 每个人都有舞台 每个人都有空间 在这个自由的网络当中 更是如此 所以说我今天呢 这个跟大家有这么一个 很好的这个交流 这个问题呢就讲到这里 我主要是针对 那个蒋某某的和这帮人 乐呵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要投资什么什么的 别歇菜吧 你这种骗子 没用 而且这个 我作为自由中国的评论员 还会继续在那里 我们的欧洲路视之声也在这里 希望大家呢 也应该这个积极的订阅 自由中国之声 订阅我们这欧洲之声 还包括路德 那个路德爆料什么的 我们这些好的平台 发出自由民主声音的这些平台 较多一些 广泛一些 有更多的这种支持住 那些那胡喷的那个 那蒋某某那就是少去 我觉得那上面还有一些 东哥本把诗人听着 还跟那骂着 你理他干什么呢 不要打理他就行了 对呀 我看看你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事情也许有 什么老母亲满真诚 或者怎么样 很好 如果有 也要 给我们呈现更多的这种证据 有是什么 这里的前提 那个所谓的 是不是江泽民呢 那个侄子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女孩 说有这个男的 同样的DNA 这个没问题 是不是江泽民的侄子 是江泽民的侄子 还说他是有一定的 这个影响力 因为这里就告发成了 这帮人在外边 生出一对男孩 然后在男孩 继承他们的家业 要生出一个 好像江市集团 生出一个中共的 红色集团 大家好好想想这问题 这好 这阴谋率越来越大了 我个人呢 真的是不以为然 我有一种直觉 很强很强的直觉 关于那个曹女士 我也不想去说什么了 但是同样 另外一个情况 有很多什么 代父生子的也有 有很多的这种 在国内发生了 这种感情的纠葛 有一帮人 都都到了美国 都到了欧洲 然后生活很凄凉 有男的又有生活 谁也不认 这样的疾苦的故事 我可以讲出很多 你好 居来提 阿赛拉 你什么情况 居来提同志 你现在你看 我们这欧洲之声 自由中国 我们这多火呀 大家都希望这个 听到居来提的声音 但是居来提 每天到处 忙自己的这生意 还什么呢 就压克西 压克西去了 人家大家都很想念你 居来提 你现在回到巴黎了吗 做派不像 对呀 你想想他要稀释宁人的话 那江家那么有钱 随便出点银子 不就摆这事也就平了吧 所以说你有些事情 给人感觉 干嘛把这事给惹成这样 大家想一想这问题 想一想 就是说这个呢 我想就是说 我们需要真相 但是你那个平台 我提供了一面 也不能说全部 至少是曹女士讲 一个其他呢 那这样程濒林讲了 那不是那些反对程濒林的 反对他那套胡说八道的人 是不是应该讲一套啊 现在自由中国生还没有呢 除了我 我这还是在欧洲知识生里 表达出来 这不要紧嘛 我自己还是说啊 路德是一个很好的弟兄 成郎万一是很好的 一个企业家 都为自由中国民 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 我们都要来支持 GYT的语言表达力 当然很强了 他是国内网红啊 这个薛SD啊 这可以回答你啊 蒋王正说我这个骗他三次前 你想一想 我需要做那种事情吗 那么最近呢 我们在这个法国 也发生了一个姓黄的人 他这个自称又国民党什么的 还假装参加我们挺郭 随后突然又反国又反什么的 所有那些这个对话 包括哈 这个蒋王正和我在这个 这个 推特上的对话 还是在这个 另外一个软件上 那个对话 所有的截频我都留着 他只是掐头去尾了 这些截频 我都放到了我们民阵的内部讨论圈 听懂了吗 我不想把这事以身 因为那里他提到了我们很多民阵的人 是民阵所谓的他去忽悠的人 我都放在圈里 就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去造谣污蔑的 直到现在 那郭先生那么大的有资产人 我们巴黎我们都不会给他添麻烦 不要说 不要说你蒋王正这号人了 这种骗子 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自己在那 在国内 骗了点小钱 别人投资 黄金投资什么的 他好 要拿人钱 然后骗了 赚了钱也没给人家 骗了就甭说了 把人捣到外汇 然后拿捣过来 最后也黑了白归了 就搞这种事吗 然后到这边突然高喊反共 你比谁都得都积极 比我这个好这么多年 几十天如一日的还干什么 但是最后你是什么 想借着海外的这些团体 能够帮着他 还弄到美国去 弄到欧洲去 弄到其他什么去 不要紧 什么英雄不够出处 怎么都可以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 是忽悠 完全的忽悠 你忽悠我们行吗 我现在都不想提他 我提这号人有什么用处呢 中国公安能抓这样的人吗 你自己好好到网上 网上看一个人 叫一个东北的 他叫一个别的名字 这人出国之后 他就用了一个叫张建的名字 要搞那云书帽 要搞那传销公司 要搞那五行币 前前后后 你看他搞那云书帽 在国内就是一个传销的骗子 给抓起来过 哎 竟然给他放了 转身到东南亚 搞那云书帽又骗 到泰国又给抓起来 又关了两年 潜送回中国 中共又没弄他 哎 腰上了 又拿出来了 紧接着要搞那云书帽 要搞那个五行币 在国内都开着那个门脸啊 结果他坑了几十亿 但是德国中共说要给他带回去了 但是他做到一点 张建这两个人 这有名字和骗子画等号了 同志们 这是共匪一手策划的 听你听懂了吗 那么张建等于骗子了 你到Google YouTube 你看看那个 他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呀 那段我正好在大规模的 在从日民主运动 在海外 在做事情 在支援室 他突然怎么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他为什么别的不叫呢 屡次 他犯事 在国内犯事 在泰国抓起来 在班老年又回去 足够证据证明 他在国内外进行欺骗了 中央电台报道他 你想在之前 他在国内已经骗了多少次了 都不抓 现在中央电台又报他 又才不够搞五行币 又怎么样了呢 所以说中共放出一些人 本身就是臭狗屎 让他们在外边缴货 缴货 弄啊弄啊 把你们这个一码勺 把你一锅粥给搅 搅乱了 搅屎过了 搅得差不多 觉得没有价值的时候 再收 是这样的 大家理解理解 对他来说 要干掉有某些人的 翻手为语 覆手为语 信手拈来的事情 为什么不弄呢 就是这人起作用 能够起到搅和的作用 明白吗 所以大家看清楚这一点 他来搅乱海外的民运 他没事把我们民阵主席说 那是我师父 我去你 什么你师父 什么东西 我们民阵的人是一个两人能说话的吗 我们是一个强大的领导集体 就是这种无赖 每天在那指着这个民运 老民运他代表什么 然后到这个泰国 许诺别人拿个什么几百万猪了 那猪才多少钱呀 跟那是忽悠 其实几十万猪 几千人民币 一两万人民币 就跟那忽悠了 搞什么资金 别扯淡了 就那穷地方 我们不谈那种社会垃圾了 就是放出这些烂狗 这些什么块捣乱 对呀 央视对他正面报道过 然后最后弄到负面报道过 你放心最后也判不了几年 因为什么呢 那笔钱骗到了 什么都做到了 你这不是国内那么多大骗子 对吧 那个易珠宝的 早期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是以利神的 一大批的都覆盖了几百万人 很多人弄得情侠荡产 怎么了 没事 你看那些人有什么事吗 大家清楚了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咱们这个就告一段落了 这个话题 我一会儿这个重新上来 再谈一下这个 我们法国这个特警 对呀 咱们不要提这种不入流的 你提他 还给他长长长长 杭氏了呢 对不对 长杭氏了 西上点我们巴黎现在盛开的花朵 对吧 喝着这个清朝的小茶 嗯 这个这个 对吧 这种生活是多么惬意啊 对不对 啊 是不是 嗯 不要理那些烂人 哈哈哈哈 好了 我我我 咱们先停一下啊 停一下之后呢 啊 那当然了 咱们北京大碗茶嘛 喝的痛快呀 对不对 你提那帮人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咱们这大碗茶啊 啊 大盆 这就跟那盆差不多了好吗 你什么意思啊 看出来没有 好 我们先告一段落 我再进行第二个直播啊 我再讲一段啊 我再进行第二个直播啊 我再进行第二个直播啊 于是 我再进行第二个直播啊 宝贝 有 明镜 我再进行第二个直播啊 one